请博夫人不要乱判什么亲戚 我们小姐是独生女 无兄弟姐妹 更别提什么妹妹的了 还有 如果你觉得你女儿身体不好的话 那就不该出门 你这当妈的都忍心她病着出门 我们这些不相干的人 就更没什么不忍心的 你这带病体的 居然也好意思赖在我们家门口 我这边有监控 万一晕倒这些 可是跟我们无关 别碰瓷 麻烦你们现在马上立刻赶紧走 妈 你身体不好 千万不要激动 我来跟林叔叔说吧 随后走到林叔的面前 两眼亮晶晶的看向林叔 林叔 抱歉 冒昧的来打扰 我们只是想跟姐姐说个话而已 你就让我们进去吧 林叔刚想说不行的时候 但是她的眼睛 对上她的眼睛时 就那么两三秒的时间 神色黄了一下 随后便目着声音道 珍宝小姐 进来吧 让开了位置 把大门给打开 当简易熙看到 林叔把那对母女领进来的时候 她是微讶异的 随即看了一眼林叔 发现她的神色 有些不对劲 观察了她一下 便伸手 在她那略呆着的眼前 打了个响指 林叔 醒来 这响指一打 林叔打了个机灵 瞬间就醒神 小姐 以后不要跟她免急对上 你先出去 这儿我来处理 简易熙在林叔出去之后 她便看向那对母女 心中滋了一声 果然是好柔弱呀 喜剑 别急着判亲 先说说 你们对我家林叔做催眠的事情吧 你们两人当中谁干的 西西 你说的什么 我们并没有 我只是想要见你 西西 当年离开 我真的是不得已的 当年生你的时候 寒几出轨 我难受的想死啊 曾一度一语的想要自杀 不得已才离开的 我 打住 别跟我说这些东西啊 都跟我无关 眼神在这两人脸上转了一下 事件一到了 脸色更为苍白的人身上 嘴角清澈 是你 不真宝 没想到 世人眼中要死的人 居然还是个顶级催眠师 能把林叔催眠的人 那可不是一般人 就算是被指认出来 他的神色不见一丝慌张 反而很无辜地低声开口 姐姐 我没有 你看我的这个身体 还能做个催眠师 他的眼睛直直地盯着简一溪看 简一溪吃笑一声 哼 别对我催眠 没用的 我真宝 你想催眠我 想要让我自己给你捐身的事情 那是不存在的 所以你就别想了 不可能的事情 我不管你们打什么主意 但是要是再有下次 敢对我亲近的人 用这种下作手段的话 那你就不是指坏一个善的问题了 你的眼睛也不用再想要了 西西 你怎么能变成这个样子 你妹妹身体本来就不好 你怎么还可以威胁她 我刚刚都说过了 这错的是我 你妹妹何其无辜啊 你为什么就不能像你妹妹那般 善良点呢 简一溪差点抱粗口 这她喵的就是那种 我若我有理的思维吗 你赶紧自己走 要不然 就是我把你们丢出去了 西西 我知道你对我有怨恨 但是你妹妹的身体 你也看到了 就当妈求你了 你能捐个肾 给你妹妹吗 就当给你妹妹一条活路吧 她要是再不做手术的话 真的是会没命的 她才23岁 只要你同意 我什么都能答应你 首先 我跟你说明一点 别乱喷亲 我想你们没有耳聋 也没有什么精神奇病啥的 你倒能听到我这个话 第二呢 她死她活 与我何关 我凭什么要捐身给她 她是你亲妹妹 你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姐姐 不管你信不信 我并没有想要你的事 我只是想来见见你罢了 今天见过了 我也高兴了 再见 妈 我们走吧 赶紧滚 不然 我就把柏正宝 可能跟冷集团 那名村民事有很大关系的事情 透露给警方 这世上没有什么巧合 如果有 那一定是人为的 简易戏 你别胡言乱语 你不想救人 也别随意泼脏水 不然 我这个当妈的 也救不了你 别以为傅家 能成为你的后盾 这个时候 林书脸色难看的 走了进来 小姐 林书 你去看过监控了 对 她的催眠术 比想象中的还要厉害 从监控视频中显示 我和她只对视了一眼 然后就被催眠了 等会儿把那段监控视频发露一下 以后她要是再赶上门的话 不必理会 回头 我去弄个东西给你带上 她现在手上没有东西 得去采购一下再置 手机响了起来 这铃声是傅廷号打来的 于是便直接接了起来 傅廷号 什么事 傅廷号本来 对于她直呼自己名字的事情 不是很在意的 但是刚刚路过茶水间的时候 恰巧听到一个女职员 打电话给她老公 喊的就是老公 她就突然想到 简易熙很少在白天 这样子喊她的 比如现在 你不认为你给换个称呼吗 你这样子叫 感觉好像才叫陌生人一文 傅先生 我是你的谁啊 是商务合作者吗 傅廷号的声音里 是浓浓的不悦 傅先生 是一种夫妻之间的情趣爱称 当然了 你也可以称呼我为 简易熙小姐 我觉得这称呼 是一种爱的妮缠 很好听的 你孩子都已经骨骼了 你也好意思充当 皇后闺女啊 还简易熙小姐 怎么叫简公主呢 简易熙被气着了 俏脸瞬间是黑如炭 杀气十足的开口 傅廷号 你是不是想找茬 傅廷号 你是不是想找茬 傅廷号听着那声音 他的脑海中 则是浮现出 他气红脸的样子 小逼这会儿 眼睛也是泛红了吧 有人不知道自己的身份 我这是免费纠正 简易熙很想来一句 我免费你大眼 哼 乖 你先喊着老婆来听听 我听满意了 那就改个称呼 简易熙听着那头没声了 他喝了一声 双标狗 自个儿不喊老婆 还想着他喊老公 这是人间妄想 就梦去吧 打电话到底什么事啊 不会专门来讨论 这个称呼问题吧 你现在哪里 准备回傅家 那你回去收拾一下东西 晚上八点 陪我去个地方 是去很远的地方吗 出国三天 把那五个小鬼也带上 反正那幼儿园 对于他们来说 去不去都无所谓 嗯 行 我知道了 老婆 不用整理太多的东西 不冷 然后就率先挂上电话 简易熙也被父听号 那冷不丁的那身老婆 给惊着了 还别说 那身老婆 还挺让人上头的 她 有点想要再听听 你要准备的东西呢 都准备好了吗 嗯 都准备好了 对了 你还没有说 带上我们做什么呢 先去谈个生意 顺便拍个婚纱照 嗯 拍婚纱照 这么早拍吗 哪里早啊 离婚期已经不到三个月 行 那到时候 给宝贝们都拍一下照片 对了 只待三天吗 要不到时候 你有事几天回来 我和宝贝们 可以在那边多待几天 小宝贝们是第一次出国 那就让他们玩个痛快 反正现在幼儿园 不影响学业 不行 你们得跟我一起回来 他要是不跟着一起回来 那他岂不是要孤枕难眠了 这绝对不行 我再去准备一点东西 等要走的时候 你跟我说一下 说完 就领着五个小家伙上楼了 父听号看着他们六人的背影 他还是听到了 那几个小崽子的话 妈妈 反正你会开飞机 要不我们自己去吧 父听号听着小崽子 怂恿他们亲妈的话 面无表情地喝了一声 想要甩开他 做梦 宝贝们 你们先坐好 妈妈先到前面去看一下 妈妈去吧 简衣机看向父听号 不介意我转转吧 他从来不会把自己的安危 拖在别人的身上 除了航空公司的飞机外 这种私人飞机 他定是要亲自检查一遍 才会放心的 毕竟 就凭父听号这树敌无数 谁知道他的那些富家人 会做出什么惊人的举动呢 他有五个孩子 可堵不起 自己家的东西 有必要询问我吗 这是给他开了无限拳了 简衣机笑了 然后不客气地走了 他先是下了飞机 转了几拳 然后又去了机舱 简衣机确定没有问题之后 他便回到机舱 你那个是什么东西啊 一个我自己捣鼓出来的检测仪 可以检测炸弹装置 也可以把暗藏的小心切听器 如果你需要的话 这个看在咱们俩夫妻份上 九折优惠 送人不存在的 她是抠门的宝妈 父听号被他后面的话 差点给气笑了 亏他以为这后面 前半句说完的时候 是送他呢 不过 他是差钱的人 多少钱 简衣机伸出一根手指 一个亿 折后价 父听号笑了 他这是钻钱眼子里了吗 不用打折了 我加价给你 一点五个亿 回头就让高中呢 把钱打给你 你也别觉得亏啊 这东西非常难做的 主要是材料稀缺 并不是有钱就能够买到的 虽然这还是简易版 但是这公用厉害 父听号接过东西 虽然他不是这方面的行家 但是凭他见都识广地锐了眼睛 一眼就看出了不凡 他意味深长地 往简衣机那边看了一眼 简衣机被他这一眼看得没心一跳 不过表面上 倒也没有表现出来 像我那博家的人来找你了 这消息倒是挺灵通的 不过能不能给一点隐私 不要动不动就掌握别人的行踪 别人看我何事啊 你以为我那么闲啊 我只关心你的 不想刚到手的老婆就这么没了 毕竟再挑一个何事并契合的 再也找不出来了 简衣机听到这个话 不由的磨牙 傅廷浩 你要是不改改你这个臭毛病 那么我明天就可能 让你这个合拍的老婆没了 毕竟 我可不愿意有一个 随时监控自己的老公 傅廷浩略调了下眉梢 你要是想知道我的行踪和日常的 都可以告诉你 我不介意的 谁想知道你行踪和日常啊 反正 不要总是盯着我知道吗 我不喜欢 傅廷浩对上她的褐色毛子 就勉强地点了下头 恕你所愿 希望你说到做到 我是那种言而无信的人吗 简衣机像是想到了什么 反问了一句 你没有吗 傅廷浩一下子就听出来了 她的嘴角往上翘了一下 眼中带着一抹意味深长 你是指某种情况吗 没想到啊 你记得那么清楚 闭嘴吧 闭不上 傅廷浩看着她变色的脸 决定这回是真的不惹她了 她其实也没有料到 自己居然会有一天 闲得顺便把她们几个 上小学的事谈了一下 哎 你怎么看 就按你说的办吧 她就等她们回来 再进行入学考试 行 那边有房间 去房间睡 这四人飞机是改造过的 总共有两个房间 还自带洗漱间的那种 现在这两个房间正好 一个给我包猜住 一个呢 则给她们夫妻两人住 人还没有多晚意呢 这整个人 就被她拉了一下 瞬间就倒在了床上 傅廷浩 你疯了吗 这是在飞机上 正好我没有试过 在飞机上什么感觉 衣冠禽兽 说的就是她了 你是不是担心别人听到 这个你放心 隔音效果很好 动静闹得再大 也不会有人听到 这个女人 她就是一妖精 专门来勾她的混蛋 不给她说话的机会 她低头便稳了上去 飞行时间是十个小时左右 除去先前的一个半小时 到最后 简易熙就只睡了半个小时 她都不知道 这男人到底吃了什么 为何这么的兴奋啊 简易熙睁开眼睛 看着她那精神透极好的脸 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然后十分不爽地使唤她 去 然后要穿的衣服拿过来 得到极大满足的傅廷浩 压根就不在意 她这遗旨气使的样子 反而觉得她这种生气的样子 很美 深看了她一眼之后 便过去拿了一套衣服过来 这件很适合你 简易熙看了她拿过来的衣服 差点气笑了 昨晚那件 她要不是故意的 她就去吃香 这男人可真够狗的 睡衣 那就是露得不能再露 结果这衣服 长袖长裙 连领子都很高 为什么不直接拿块布 把它整个人给包裹住算了 这 我记得M国这边 天气温都不低吧 你这是想把我给热死 这种面料不会热 而且啊 这袖子是杀制的 怎么会热呢 那你弄高绫做什么 大热天的穿高绫 你给穿件试试 傅廷号挑眉 然后视线落在她的颈部 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 你认为 穿个低领合适吗 简易熙听到她的这番话 迅速低头一看 然后忍不住飙了一句 啊 我去 傅廷号 你大爷的 这家伙绝对绝对是故意的 傅廷号的嘴角一勾 喊错了 我不是你大爷 我是你老公 该起咯 你儿子 可坐面等着呢 简易熙 要跟她势不两立 因为时差的关系 这边正好是晚上八点 入眼的便是私人庄园 看着就非常的大 妈妈 这边好大 简易熙深有同感 夫人 喜欢这里吗 嗯 这里不错 夫人喜欢就好 这是主子送给夫人的惊喜 是新婚礼物之一 这里除了一座漂亮的古堡之外 还有 看向了已经站在她面前的男人 不知何时 她的手中捧了一束火红的玫瑰花 她对这个场面 实在是非常讶异的 真的是没有想过她会来这么一手 这个时候 傅廷号开口 做傅廷号的老婆 别人该有的名场面 都不会少了你的 所以 你这是补个求婚 她的视线 落在她递过来的 那棚大树玫瑰花上 玩味的一笑 你是不是还缺少一个步骤 傅廷号的眼神一凝 缺少什么 这个时候 早已被高州领到一旁的 五胞胎中的老二 快速吼了一声 爸爸 你可真的 当然是丹西跪地求婚了 对 没错 电视上就是这么演的 傅廷号的心不可意识地跳快了 她山岁的眼眸 只盯着简易西的脸 然后把手中大树玫瑰花 递到她的手中 然后从口袋中 拿出了一个首饰盒子 打开 黎明的大钻戒 在灯光的照射下 耀眼夺目 她丹西跪了下来 折起简易西的手 简易西 嫁给我 她低头看了那枚钻戒 是至少六颗拉的粉红钻心 我去 她心动了 嗯 我 愿意 傅廷号直接把那枚粉红钻心 套在简易西的无名纸上 然后站了起来 她伸手一拉 就把人给拉到自己的怀里 低头吻了上去 高舟看到这一幕 声而不疑啊 连忙挡在几个小主子面前 小鼠们 我带你们去城堡转转 傅廷号一个声吻之后 她低头看向简易西 可满意啊 简易西微抬头 就看到那完美无缺的脸 那黑眸幽生生的 再加上这豪富的举动 这她喵的哪个女人能顶得住啊 谁说这男人冷淡的 瞧瞧她可真是太会了 满意 非常满意 不说这庄园了 就晚上求婚的这排场 还有这粉红钻心的钻记 估计要接近一亿美金左右了 嗯 走 我们先过去 等会儿 还有东西给你 傅廷号推开门进去 松开简易西的手 然后 她从大床上的一颗公文包里 拿出了一叠东西 简易西走过去看 发现 居然是一堆的黑卡 嗯 你这是几个意思 傅廷号把那堆黑卡 全都给了她 你是我夫人 这些黑卡全部都给你 密码呢 全都是你的生日 简易西低头看着 被透明带装着的黑卡 她觉得发达了 黑卡 意味着银行的至尊卡 全都是大金额的 怪不得大家都想要嫁富豪呢 看看 人生巅峰一下子就到了 行吧 我那就用着 不花白不花 也可以存着当将来给儿子的老婆本 你先整理一下 等会儿下去吃饭 今天晚上调整一下时差 明天白天呢 你就会跟几个孩子出去玩 后天拍婚纱照 她明天有个三方会议要开 会很忙 简易西点了下头 第二天 简易西开车带着五个孩子去这附近景区转了一下 晚饭是在外面的高级餐厅吃的 等他们回到城堡的时候都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 简易西安排好孩子睡觉 然后就回到自己房间 而这个时候 傅廷号还没有回来的话 她就只好先睡 夜半时分 她突然感觉到有不对劲 连灯也没有开 从枕头底下拿出一把枪 迅速地来到窗口的位置 就看到 有十来个黑人 正在往这房子外墙上爬 眼看着就要爬到二楼的位置 她连忙开枪示警 果然 她这一枪一打 傅家的保镖全都出动了 高舟率先冲进来 夫人 外面有杀手 你把孩子叫醒 送到浴室去 她的枪法很准 一枪一个 十分钟之后 那些活着的黑人见识不妙 直接快速退了 简易西看着这不见亮光的远处 神色一片冰冷 应该是死了两个 高舟 去看一下他们是谁 高舟迅速地点了下头 然后就出去了 等他来到楼下 高舟在那里 夫人 这两名死者正在外面 不过身份现在还没有查出来 简易西的表情有些冷 要我去看看 高舟立即带着他走了出去 已死的两个男人躺在外面的草地上 简易西用手机对着他们的脸 各拍了一张照片 我去查一下 丢下这句话 他便走了 高舟很想问一句要怎么查 可惜傅政已经进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 他看到主子的车子回来了 主子 他在哪儿 夫人应当去书房了 傅听号不再多问 他直接朝里走去 傅听号直接来到二楼书房 推门进去 就看到他站在电脑前忙碌着 就走了过去 你在弄什么 其实他是想问问你怎么样的 不过 这句话显然是有些多余 因为他没有受伤 简易西在他走进来的时候 就知道了 不过他没有抬头 查那两个人 这时 他直观地看他操作速度 他已经看不清 他敲的是什么字母了 这手速真是快到吓人